接上期视频 博主的狗抓住一匹狼后 没过几日又有两匹狼 出现在靠近博主羊圈附近的血缘 他们可能是被抓狼的同伴 又或许是另外一个狼群 但毫无疑问 狼群对博主家的羊贼心不死 可惜狼并不知道 他们对手是一个养狗大户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博主 他是一位牧民的同时 也是一位坎高犬养殖户 饲养了超过30条坎高犬 狼群盯上了 一定选错了对手 博主决定去探查这两匹狼 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他来到血缘对面的高山脚下 在这里他发现了一头被狼猎杀的羊 这头被狼吃掉的羊并不是博主的 应该是在这附近其他牧民的生中 这就解释了 狼为什么白天时常会徘徊在这里 显然狼在附近牧民家 成功收获一头羊后 让他们变得肆无忌惮 将这里划分为他们的猎场 在几天后 博主得到其他人通知 那两匹狼又来了 他们依然出现在血缘中 可能是察觉到被博主发现 两匹狼开始朝画面左侧快速移 而博主的两条砍高犬 则毫不犹豫去追击他们 两匹狼走走停停 他们似乎并不惧怕这两条砍高犬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看过上期视频的网友 应该知道狼之所以这么嚣张 是因为在一览无余的血地 砍高犬几乎追不上他们 狼可以清晰看到砍高犬的位置 从最安全的位置逃走 不过从这两匹狼移动的方向来看 他们似乎想将这两条砍高犬 引诱至山里 不记他们 这或许就解释得通 狼为什么走走停停 始终在牧羊犬的视线中 而没有选择快速逃离此地 狼很聪明 知道在有人活动的地区 猎杀牧羊犬在吃掉 几乎没有那么多时间 很容易暴露 两条砍高犬和狼都消失在原野中 博主也并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他以为两条牧羊犬追不上狼 一会就会回来 在事实上他等了很久 始终不见两条砍高犬的中心 博主终于开始为他的两条砍高犬担心 担心他们遭到狼群的袭击 博主急忙回到家 准备驾车朝两条砍高犬消失的方向追过去 就在这时他的两条砍高犬回来了 看他们无精打采的样子 博主意识到他们一定和狼交双了 甚至遭到狼群伏击 果然在检查一条砍高犬身体的时候 博主发现他被狼咬伤了 虽然伤势不重 却给博主上了一个 他忽然觉得这两匹狼是来为同伴复仇 虽然没有成功 但也足见狼的交叉